大家好,歡迎收看隔夜飛熱錢財經 我主持世榮今次在隔夜飛,看看有沒有像上次的尖指、開心大師那幾隻穿勻了 真是那四名回來了,尤其是那條Q有五百多元,有人買了幾萬元,收拾百多萬也不錯 看看有沒有那些Q躲藏起來,有時要自己思考一下,究竟是五班尾的送他一程 馬主飛還是真是有意義的躲藏在Q位置,單Q會有信心 在這個環節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還沒說之前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記得明天我六點會和Himi一起開Live跟大家分析一下馬匹的狀態 以及介紹如何投注 馬上帶大家看看 頭場呢,喬君也算冷碗,有人買少少禮飛 越華聖甲有人買17000元,WinPay這麼冷都有人買 真的,一Q一膽兩腳位置Q 拖古狼順風金奇裝甲,看看是否一五十一三隻,一齊回來包辦三甲 到第二場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大當家後賞也有少少禮飛 活力爆發,有人買WinPay都是黎菲,不止黎菲,去到四萬元 去到第三場,看到令財我壞贏 都有人有信心,拖1680元,看看連營一膽四腳是否中 但有人對包裝得勝,買兩萬元Win也有些信心 接著呢,二班1600米,加州雷電竟然有人信去1600米,不是吧 蕭瑤自在有些地方,看看他可不可以熬回來 熊耳火王,處女馬來的,買為正常禮飛 第六場又沒有,七場勇翠,單Q和影陽飛 好像不太厲害,這隻馬怎麼買兩次呢?這麼有趣 去到第八場,一Q過了,電信巴打又講又笑,兩隻放頭馬 是否真的可以這麼容易回來? 明天看看天雨和熊不容易放,第八場暫時未有的,第九場未有的 所以到時再看看 好,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以上碼底推介為蔡永平馬,人數一遲陪,可以急聲或急跌 投注者可能夢壽,投注全部輸失,個案表現無法發言 章欄表現,投注失敗風險,應該評估馬不所失敗風險 和小月堅仔出馬APP的大手升跌 記住,精選場置在後面 你開Live才能聽到我和Kini一起和大家投注 希望明天還有一個大倉南北和蔡馬收買報道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記得六點我就會和大家再見面 到時再見,拜拜